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刚刚从自己的人生来思考 哪一些重要的做人态度 才是孩子家业事业成败的关键 其实这一些心境 这一些道理 在我们几千年的祖宗的智慧当中 那是一而再 再而三地给我们叮铃提醒 所以我们看起来 好像是有福 因为现在物质生活比以前富裕了 那换另外一个角度讲 我们是比较无福 因为福在受贱 能接受圣贤人的教诲 那是最有福的 我们能受贱 能够把这些智慧承传下来 那我们的人生就不会在 好像在黑暗中摸索 撞得大包小包的 都还搞不清楚有没有撞对 我们现在扪心自问 假如让孩子跟我们走的是完全一样的人生 我们愿不愿意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像我们自己读了十几年的书 我不愿意我的学生继续走我的路 这个是一个为人长者 为人老师 应有的良知 我们在念国中高中的时候 那好像是活在体海里面 都是做题目 题目就像大海一样 我们在那里游泳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靠岸 然后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的心性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心量越来越小 都跟人家竞争 人家考得好就嫉妒 人家考得比我们不好 幸灾乐祸 这种人生态度怎么会有福 所以十几年前种的鹰 后来我出来找工作 果报就来了 怎么干 怎么做 都不顺利 我爸爸说你一年换了十个老板 那有福气的人怎么做怎么顺 所以能力也好 福分也好 那个都要从根本的心地下手才行 幸好是 后来开始学习 我们传统的文化 鲁道士三教的教诲 我们的心地转变 这个时候命运 才有好的转变 刚刚讲到的 你时时都是教育孩子的机会点 你看我们当老师的人发考卷 当老师改完考卷走进教室 那整个班级的气氛 是什么状态呢 很可能我们教学 三年五年 我们都不曾留意到这个地方 当下几十个学生 心脏在那里跳得很快 但是每一个人 心脏为什么跳得快的原因 可能都不一样 可能有些人想 一定要九十分 这样我就有两百块可以拿了 有的是在那里想 我假如退步了 那我爸爸又是给我一顿打 你看他在要接考卷的那个当下 他的心是心态健不健康 我们父母不知道 我们老师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好像只专注到他的分数上面 我们到底感受不感受到 孩子心的状态 他人格的发展 我们师父看不到 像我考试 得失心很重 考得不好就很难过 一个人假如得失心不放下 这一辈子 再怎么努力 都不会幸福 换得换失啊 已经跟幸福这一条路绝远了 不过我比我是蛮幸运的 因为我的父母得失心没有 所以每一次考得不好 自己在那里哭得很伤心 但是我记得以前考试 考得不好都会站在二楼 楼梯口等爸爸回来 好像又期待 又怕受伤害 这个时候爸爸走上来 把我考得不好 我爸那个表情就是 加油 好好努力 父亲从没有因为分数的起伏 责骂过我 反而我爸爸越不骂我 我觉得越惭愧 因为当孩子他有反省的心 这个时候你不骂他 他反而越觉得自己难受 觉得自己要努力 所以我们家三个孩子 读书就一种态度 不是为父母读 读书是自己的事情 而当我们在分数当中 情绪起起伏伏的时候 父母那种平常心的态度 把我们的这个性格 慢慢的磨掉 就比较健康了 所以很多时候 父母的德行 真的是我们人生 最大的福分 最大的老师 在指引我们 那我们往往觉得 好像考卷发下来了 在写这个叫考试 其实啊 人生随时随地 都在考试 都是我们新地的考试 我们有一位老师 开车 刚好啊 路上看到一只狗 已经去世了 那这个当下呢 他的怜悯心起来了 你看这算不算考试 算考试哦 他怜悯心起来了 不然这一个生命很可能又要被 不知道压过多少次 所以他马上停下车来 然后心里想 我一个人不好抬呢 不知道有没有人帮忙 他这个念头一起来 有个高中生呢 骑脚踏车经过来 同学帮个忙帮个忙 那个同学很 因为他是善意嘛 他那时候是一种 对生命的一种善心起来 所以他 那个人也很自然的 就随着他来了 两个人就很好抬了 结果怎么抬 突然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呢 又看到旁边 有一个人家丢掉的大衣 不要的大衣了 刚好可以撑在下面 他们就很顺的搬到旁边去了 接着又想 把他埋起来 不知道有没有铲子 这么一想呢 就看到旁边有个工厂 结果再过去呢 因为我们是善意 好像接触到的人呢 他跟你就很好沟通 他马上就把工具就借给他了 然后就 这个 挖一挖呢 把它埋掉了 这个老师也很慈爱 他觉得呢 这个生命结束了 其实呢 是他的身体 肉体结束了 他还有神事啊 一切众生都有神事 都有灵魂啊 这个生死的事情啊 对人生重不重要 主位老师重不重要 重要哦 我们交给孩子了没有 我们交给学生了没有 他可能随时要面对生死问题哦 这个是人生随时会发生的事 我们没有交 吃东西如何吃出健康 每天都要用 我们也没有交好 然后那个考卷 一辈子以后都不会再考了 我们一大半的人生时间 十几年的岁月都耗在 跟人生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上 这个是智慧嘛 教育跟生活脱节开来啦 人绝对没有学习的乐趣啊 学而实习之日 不亦苦夫啦 是吧 所以那个现在学生啊 打开论语啊 都不相信孔老夫子啊 第一句他就不相信了 怎么会乐呢 都是苦 这个是我们害的啊 生命有多长 各位朋友们 生命有多长 几十年吗 我们能保证明天还活着吗 那没人可以保证哦 所以生命其实在呼吸之间哦 我们生命有一个事实哦 它随时有可能会出现哦 叫无常哦 各位朋友 我们怕不怕死 你们也配合一下嘛 怕不怕死 怕 怕 怕心痛 怕它就不来了嘛 所以怕没用嘛 但是这个怕呢 从哪里来 从不了解来的啦 你越不了解就觉得它越恐怖嘛 诸位老师 假如死就跟换一件衣服一样 你怕不怕 不怕 不怕了哦 孔老夫子啊 在《易经》当中告诉我们 精气为物 游魂为物 所以你不接受死亡啊 你可能就堕落了哦 你看我们很多人生啊 因为我们自爱的人 突然死去了 我们可能一辈子心都很难受 都放不开 都很忧郁都有可能 那个都是对生死没有认识清楚 精气为物 游魂为变 我们体会到了 人啊有精气神 精是物质 你看这些肉 骨 气呢 看不到 但是它确实有 你没气就活不了了 还有一个神事啊 在你这个肉体里面 住在里面 但是当 这个身体坏到不能用了 这个时候呢 神事怎么样 游魂就会变了 就好像这件衣服啊 不能穿啊 坏了 要再去拿一件衣服来穿啊 变去哪里了 一不小心哦 那个衣服拿错了哦 拿成狗的衣服 有没有可能 拿成猪的衣服 有没有可能 有 这个在天津啊 有一个老太太 她的儿子去世了 这白发人送黑发人 也是很难过啊 但是 有一天她梦到她的儿子 说她现在啊 在一个佛室里面 结果妈妈呢 想孩子呢 心切啊 隔天开始打听 果然有这个地方 后来就跟着 知道地方的朋友啊 到了这个佛室 因为在梦中啊 她的儿子告诉她呢 她在佛室里面啊 看门 到了以后啊 她赶快呢 跟方丈啊 谈到 哎 说 这个佛室啊 是不是有门房 看门的住门房啊 方丈说啦 我们没有门房啊 那 谁看门啊 方丈说 小虎看门啊 这一位老奶奶 听到小虎啊 全身起鸡皮疙瘩 因为她儿子前世 就叫小虎 所以当下呢 那个方丈就告诉她呢 小虎看门啊 但是她不是人啊 她是一条狗啊 那母亲马上 那你带我去看吧 所以方丈带着 这个老太太去了 看到那只狗啊 母子抱头痛哭啊 这个是现在天经 真实的事情 结果后来呢 一大堆人都要去看小虎 害小虎不好意思躲起来 然后呢 反而不知道这件事的人 他感觉到了 才出来透透气 所以这个变啊 要越变越好 所以人生啊 是有来世的啊 不是这一次死了 什么都没有啦 你看这个是很重要的人生认识哦 但往往我们都没有交给孩子 黄泉路上 无老少奶 而我们没有把生死的真相 交给孩子 当这个孩子 他突然面临人生无常的时候 请问他的灵魂 会不会缓口 他不知道去哪里呢 他很可能会堕落 所以这个生死教育啊 重要啊 而当孩子了解到 人生确实有未来事 他那个视野会看得更深远 他也会更谨慎自己啊 重瓜得瓜 重斗得斗啊 他不会福作妄为 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到 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啊 很重要的课题 都应该 及时的来 交给孩子才对 那我们刚刚是提到了 像这个 有没有感觉到呢 孩子 我们考卷要发下去的时候 他的整个心态是处于正不正常 健不健康的状态 好 弟子规的教育啊 就在这些生活的点滴当中 你看发考卷 只要老师呢 学过弟子规 他就知道呢 这个时候是引导孩子 很好的时候 比方说 这个孩子考了第一名 好 他成功了没有 老师引导孩子哦 你不是考一百分成功哦 假如你考了一百分啊 你很骄傲了 那你就堕落了 你就失败了哦 引导孩子实时 关照好 照顾好他这一颗善心 所以这个时候引导孩子 你考了第一名啊 应该有感恩父母 感恩老师的心 你看这个感恩心重不重要 很重要哦 这个都是关键所在哦 接着跟孩子讲到 你今天考了第一名啊 你有比较好的能力啊 可以去帮助别人 你看我们很多同学啊 他们的学习都比较吃力 所以极有能物自私 你应该去协助他们 你看爱心出来了没有 出来了哦 但老师假如不这么引导 这个孩子可能考了第一名 他就是傲慢哦 考了第一名 他可能就是患得患失哦 他觉得人家不能比我 比我好比我高哦 所以当他常常考第一名 而他的心态不健康 很可能以后会瞧不起人 很可能以后会输不起哦 我们在大陆啊 听到很多最知名的大学 读到了研究所博士 自杀率很高呢 那那些孩子 他心里有病 难道是念研究所跟博士的时候 形成的吗 不是哦 是他整个成长过程当中 对于成绩的心态不对哦 他输不起哦 所以你看老师引导的 都是往这些很健康的心态 去发展 包含考最后一名的 应该是什么心态 他应该懂得反省自己哦 考不好啊 你并没有输 只要你能够懂得去效法别人 见人善即时期 众去远已见机 他懂得学习别人 这个是很好的数字哦 他懂得反省 我考最后一名是结果 原因出在哪 他有反省 他有负责任的态度 他就能够在自己 人生的一些经验当中 慢慢提升起来 那你不怕他考是考不好 只要这些心态对了 他的成绩总有一天能够拉上来 但是假如我们只看到成绩 也没有看到 好好引导他的心境 那这个时候老师又瞧不起他 又骂他 那他一定堕落嘛 所以教育哦 不是淘汰人啊 教育是启发人 成就人 我们的内心都 信任每一个孩子 人知出信本善 用我们的耐心爱心 去拉拔他们 这样才对啊 好 那同学们 你们面对第一名 你是什么心态 这也很重要哦 他假如看到成绩好的同学 哇 他就很惨媚他 就很巴结他 然后成绩不好的 他就瞧不起 他的心里也有问题 他以后看到有钱人 有事的人 他也是逢云巴结 那这样的人呢 人家最瞧不起 这样的人生呢 也一定是孤家寡人 他不会有知心的朋友 所以面对第一名 你的心态要健康 是跟他学习 不是惨媚的 那我们刚刚讲到 你第一名要懂得 去付出 去照顾其他同学 当然这个风气啊 我们老师自己先带动 老师很不厌其烦的 去教导那些 成绩不好的孩子 成绩好的孩子 你都不用叫他 他慢慢感染到 老师那一份爱心 他就跟上来了 所以这个家风 班风 校风 关键点呢 也还是家长 老师 校长 有一个校长就问 我们学校呢 很脏乱 学生很爱丢垃圾 怎么办 诸位朋友们 怎么办 校长自己捡嘛 你看 校长的内心里面 就只有看到 学生的过失 但却提不起的 一个最重要的 教育关键 叫 生教 以身作者啊 所以这个时候 当校长一个人 在操场上 捡着孩子 丢下的垃圾 所有看到 这一幕的孩子 这一辈子 可能都忘不了啊 然后当他下一次 要扔出去以前 突然会看到 一个影像 校长的 捡垃圾的背影 他惭愧心起来了 他不会再丢了 他觉得这样是 招踏校长的劳动啊 这个我非常有体会 因为我国中的校长 蔡校长 他后来做得很好啊 非常有爱心啊 他是升到 我们在高雄的 中山高中的校长退休 我的校长现在也是 全力在弘扬 传统文化 那时候 我到学校去啊 是礼拜天的时候 走进校门 看到熟悉的身影啊 在那里剪 底上的 地上的直穴 虽然哦 这一幕没有上字幕啊 但在我的心田里面啊 自己上字幕了 我们感觉到 校长做这个动作 他是把这个学校 就当做自己的家一样 爱我 所以那种态度啊 对我们的内心啊 产生了一个 很大的触动 所以校长的 把学校当 自己家的心态呢 感染了我们 我们也不愿意 再去糟蹋自己的校园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从来没有丢过来 以前也没有啦 大家信任我 所以这个身教的效果非常大 我们今天呢 让孩子来学地质鬼 学德行 重点啊 教儿 教女 先教自己 父母要先学 老师要先学 这个不先学 孩子不服气 学生不服气 老师啊 爸爸你都没做到 凭什么要求我 所以这个威严 不是压迫下去的 是用德行来赶的 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父亲 这么尊重 你看现在的孩子 一言九鼎 你跟他讲一句 他给你回九句 我们这一辈子 哪有这种情境发生啊 我们打从心底 非常敬畏父亲啊 哪有可能做那样的言行出来 但那个敬畏不是因为父亲很凶啊 是父亲 言行一字 以身作则 我们是打从内心的尊重 所以刚刚跟诸位朋友讲到这个发考卷的这些情境 包含呢 隔壁的同学考得比你高 你应该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考得比我们低 你应该怎么面对 你看人家考得比我们低啊 他也很难受啊 这个时候江家人 先问起 这个时候你要安慰他 你可不能再踹他一脚啊 他说你看 我都随便考一考就比你高了 现在孩子讲这种话的几率高不高 很高耶 跟谁学的 跟电视里面的 隐恶扬善 谁我就不说了 所以我们公众人物啊 要对社会负责任啊 你讲的话到底是给社会往好的走 还是不好的走 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了 这些公众人物啊 他顾及不到社会的风气 原因在哪 原因也没人教他 所以假如这一些 比较低级的演艺人员 刚好是我们的学生 这个时候老师呢 要学脸谱 脸谱赴经请罪 要批一个这个经级 然后后背要流血 然后走到学生的面前 我对不起你 让你讲话这么刻薄 让你讲话这么没良心 是老师对不起你 你不能再这样了 可能这个学生会回头 你们好像都是不相信的眼神 你们看着我 好 所以 很多生活的情境 它完全可以启发孩子 人生最重要的心态 问题就在呢 老师有没有这样的修养 父母有没有这样的修养 有这样的修养才有可能 能够提起这样的引导跟 关照 你看我们发一个考卷 当中形成的这些正确态度 就是现在企业觉得 这一些年轻人最缺乏的心态 在台大校长公布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提到 这些大学生呢 七个这种态度很偏颇 第一个缺乏谦卑 不谦虚 你看在发考卷当中 他懂得去见人时期 见闲时期 他懂得极有能物自私 他就不会傲慢 再来 身段不柔软 因为高学历的光环 所以你看这其实都是 傲慢的表现 再来呢 找借口 你看假如孩子考试考不好了 怪东怪西的 就从这里找借口来 但是假如孩子成绩不好 他会觉得自己要负责任 反求诸己 然后检讨 前世不忘 后世之事 我下一次可以再进步 那他就不会找借口 而当他在这个当下 他能够去顾及到别人 考不好的心情 这个时候他就不会自私了 他成绩好也懂得去付出 懂得去帮助别人 他就不会自私了 所以现在企业最希望的是懂付出的人 谦卑的人 反省自己的人 会找原因的人 会向人学习他的优点 长处的人 这个都是企业家觉得最需要的人格特质 你看我们刚刚念的这些心态 什么时候教 就在发考卷的时候教 结果在发考卷的时候 都没有这些提醒 孩子的傲慢 孩子的气馁 自怨自爱 孩子的幸灾乐祸 很多时候都在这个点点滴滴当中 发展起来了 你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心境 在吃饭的时候能不能教 可不可以 可以教啊 你看刚刚说的 孝心 吃饭的时候可不可以教 可以啊 你看他时时都会想着 父母有没有吃饱 很恭敬哦 你看以前吃饭 那个孩子会用余光看看 爷爷 好像饭快吃完了 爷爷 我再帮你盛一碗 好孩子啊 吃饭当中 孝心 时时看到别人需要的 这颗仁爱心都提起来了 你看现在孩子吃饭是什么样子 这一盘自己最喜欢的 夹三分之一 夹二分之一 通通夹过来 然后旁边的妈妈还说 多加点没关系 孩子的心性 就在这个生活点滴当中 在堕落 我们都浑然不知 然后等他二十岁的时候 就说我比较难 孩子我也很努力的 就是教不好 这个时候就不能 只是怪命运 人生没有偶然的事 只有智慧 才能真正让我们越走 这个方向越正确 你看勤俭 吃饭的时候 能不能教勤俭 他连吃饭的时候 都不帮忙排排桌椅 赶快出去叫 爷爷奶奶吃饭了 都没苦力 只有做一个动作 坐下来 吃完 离开 都没有他的事 那他能勤劳吗 他完全感受不到父母的心 一周一饭 当时来处不遇 我们曾经也带了一群孩子 一开始问他们 请问米饭从哪里来的 小朋友说 从厨房来的 没有错啊 厨房的米从哪里来的 超级市场来的 超级市场的米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 没看过 生活体验没有嘛 你看我们觉得 他应该知道的事 他不见得知道 后来带着孩子 到乡间 去看人家种田 帮人家收割 或者是去插秧 让他们真实体验 结果一群小朋友 那个都六七岁而已 看到那个农民 站在那个水田里面 第一个人就说 那个踩下去会不会死啊 第二个小朋友说 那个底下有水泥地铺着 第三个说 里面会不会有马黄啊 他完全没有体验 结果后来 火要踏下去的时候 有的就在那里尖叫 然后真的让他们插秧 插插 大颗冰 小颗冰 体验过了 那一天回来 听说睡得很好 很好睡 因为真的去帮忙 知道累了 中午饭吃得特别多 然后就在吃的时候 老师就告诉他 你们今天插的那个秧 在经过几个月之后 只能收成就像你这碗饭一样 他以后吃那一碗饭会想到什么 我在那里种了那么多才这碗饭而已 他会不会糟蹋食物 这个我很有感受 因为我也种过田 我种过菜 所以很惭愧 因为我是属牛的 早应该去种种田 我是从小就在高雄市长大 打从我有记忆 四岁五岁我就在高雄市 所以这一些农活都没干过 刚好自己种菜 种那个胡萝卜 没有荣耀没有化肥 种了各把月 好不容易给它收成出来 结果因为那个胡萝卜 很甜 我就拿给朋友 你吃吃看好不好吃 他咬一口下去 哇好甜喔 接着就咬咬咬 我们一个多月的努力 他在三十秒钟之内 就把它消灭掉 然后我种那个空心菜 也是种半包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我住在台东 我们七八个人 十来个人一起 然后很大盘一起来 也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全部被消灭掉了 这个时候就知道 除何日当 汉低何下头 谁知盘中孙 历历皆辛苦 所以你看吃饭当中 这个情节 还有你看假如有客人来呢 我们在接待客人吃饭的时候 真不真诚 能不能时时替人着想 看他一开始很客气了 先帮他夹一些菜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礼 度很重要 那个节度 你不要说 好 蔡老师说要帮人家夹菜 结果下一次吃饭的时候 帮这个隔壁一直夹 他已经吃不下去了 你还一直夹 然后都夹过来 他不吃不起 结果吃完回去之后 撑得不行 他说下一次 不敢来你们家吃饭了 或者绝对不敢坐在你旁边 所以你看这个夹菜 也是在替人设想 一开始帮忙夹一些菜 量不要太多 尽到我们这一份心意 之后就随着每一个人的 他的喜好去夹就可以了 再来像谨慎的态度 你看夹菜的时候 我们的举止 也不是很放纵 都是很文雅的 很谨慎的 你看很多时候 有时候吃顿饭 筷子掉下去了 汤匙掉下去了 有没有 轻轻轻 这个都是动作太出炉 不够谨慎 所以夹菜的时候 要先夹前面的菜 你不要一个狼吞虎咽 一站起来 直接就攻城掠地 是吧 到对面去了 这样感觉上很粗鱼 所以现在也很好 都是转盘 那我们假如是东道主 怕人家这个没有吃好 我们懂得帮他转 不要自己吃了 都忘记了招待客人 现在很多年轻人 这些事都不懂 没有带客之道 所以跟老板一起去接待客户 不只帮不上忙 还帮到忙 好吃的菜都转到自己前面来 这个都是没有这个关照的能力 这一些心态 你看吃饭的时候都可以引导 所以我们这个父母老师 假如能够真正体会到教育的核心 掌善救师 这个都是从心地下手 而当这些心地 这些正确的心态 孩子都有了 你还在那里执着 那个学历有多高干什么 所以人都放不下 累了自己 也把孩子搞得很累 大家不要回去的时候说 蔡老师说成绩不好没关系 我没这么说 这些心地有了 他成绩也不可能不好 他会自爱了嘛 所以我们要能启发孩子这个心地 你看孟子讲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仿心而依依 就是他那个错误的心 坏习惯 这个仿心就是 违背他本善的心的这一些态度 习惯 要把它纠正回来 这个才是学问 学历不代表学问 从这一些经典当中的提醒 我们找到了根本 找到了最重要的基础 就是德育教育 就是德育教育 新地的启发 那我们刚刚一开始跟孔老夫子行三举功礼 的夫子在论语 学而第一就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教诲 里面提到一个人追求他的道德学问 他整个学习的重点 学习的次第 在这一段话都点出来 所以弟子规的编撰就是从夫子这一段话为基础 夫子讲到了这七个一个人德行最重要的七个重点 你看还是从孝涕开始扎根 而我们清朝的李玉秀李夫子 他在针对这七个纲领 然后对照整个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的情境 把它编成了弟子规 所以每一句都跟生活跟处事分不开 这个叫实学 学了马上能受用 学了马上能去实践 这个才是实学 好 所以只要我们照着弟子规去修学 这个整个古圣先贤五千年的智慧 我们就抓到了纲领 抓到了下手处 那弟子规教 孝 替 谨 信 爱众 亲人 余力 学文 这一些都对峙 我们现在家庭 还有团体 工作单位 以至于啊 人与人的这个 父子 君臣 夫妇 兄弟 朋友关系 所有这些问题 弟子规理的教会 都能够化解 都能够解决掉 好 大家相不相信 不相信就学不来了 那信心是很重要的基础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家庭有哪些问题 亲子关系 夫妻 婚姻问题 来 只要夫妻都学过弟子规 那就可以白头偕老 所以我们现在 应该政府单位 要做一件事 还没结婚以前 先上课 要上弟子规啊 不然等到已经大打出手了 再叫来 都听不下去了 这个要时间点 胜与死很重要 他的观念对了 他才去走这一条路 他会反省 他没有这些观念 一起冲突 一定是责怪对方 你看夫妻关系当中 最容易冲突的 讲话 很冲 所以弟子规理说 言与人 分自民 你看很多先生太太 劝对方 我是好心啊 他都不听啊 他狗咬吕洞兵 不是好人心啊 你看弟子规说 亲有过 见死根 宜无色 他就有学 对啊 原来问题出在着 你看夫妻不合 钱财的问题 也是很大的因素啊 还有不尊重对方 不尊重对方的父母 或者家人 在言语当中呢 甚至亲慢 亲事 那一定没有办法接受 你去批评他的父母 那谁受得了 江家人 先问及 恩预报 你看现在不都是 都记住他的不好 他的好 忘得一干二净 你看这些心态啊 都是关键 我们八月初啊 要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华校 全国的华校 华校的校长 集体啊 要跟师长 跟杨老师啊 签一个合约 我们长期呢 派老师去教他们弟子规 去教他们 中华文化 他们是全国的 我们的炎黄子孙 在马来西亚 这么积极在学啊 我们真的在大陆 在台湾 的炎黄子孙 觉得很汉颜啊 很丢脸啊 马来西亚 兵役啊 他们有时候一段时间呢 要去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服兵役 学什么 学弟子规啊 哇 我们很感动耶 还学认识佛教 这些宗教的经典 这个才把教育抓到根本 爱的教育 如何自爱 如何爱人 好 假如把入哲校 入哲校出得去教了 父子之间的关系就转了 来 企业里面现在很头痛 就是因为没有孝道 忠诚出于孝子之门 你看看现在企业说要有执行力 这些员工要积极一点 而且交代的事情应该要努力去完成 问题来了 喊了半天改善了吗 中国五千年来没有团体企业在那里含企业伦理 都是近代几十年才有这个名词叫企业伦理 为什么中国没有企业伦理 但是却有很多朝代 很多公司可以几百年 因为企业伦理的根本 在家庭伦理 他有家庭伦理了 他一笑作忠 他对兄弟有爱恭敬 他自然对公司里面的长辈也是恭敬的态度 所以有家庭伦理 自然就有企业伦理 没有家庭伦理 他对父母都不恭敬 他怎么可能会去恭敬呢 父母交代的事他都不做了 怎么可能会老板交代的他马上去做呢 所以所有整个社会的点滴问题 都从这一本第十规言 扎根就可以解决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